在这次选举之前 实际上共和党还有共和党的支持者 被这个所谓的红巢给冲昏了脑袋 他真的没有关注几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当川普支持的候选人 刚刚从初选中出来的时候 他和民主党的那个民调差距很大 差距很大 包括宾夕法尼州 包括欧海洋州这些都是差很大 当时那是真正的一种心情 就是说你川普支持一个人 民主党的人当然不喜欢 共和党的人也觉得很厌恶 那时候民调非常低 到最后选举快投票了 拉近了 甚至超出了 这说明什么呢 大部分的共和党 他是采取了一个最后没有办法 只有选我党的人 他不是选人 而是选了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因为你看在这个欧海洋州 欧海洋州可以说 这个Tim Ryan是一个质量非常高的竞选人 而这个Vance是个质量相对比较差一点的 但是你想他有这么多的票超出 那一开始他的民调是低的 为什么 就是最后是共和党 这个欧海洋这个共和党 占主导的这么个党 最后还是选了自己的党 没有选人 这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大家没有关注到 第二个呢 就是最近NBC有一个民调 说对共和党的基层党员进行一个民调 说你现在是认同川普更多 还是认同共和党更多 现在认同川普更多的 目前只有30% 但是一年前是43% 也就掉了十几个百分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很多人忽视掉了 在一个共和党现在基本上 已经出现了三个派系 一个就是传统的派系 以Chinney还有Romlin这些为代表的 建制派 这个一直是和川普合不在一起去的 最后走向了非常激烈的冲突 第二个就是川普这个派 大家都知道 这个派我认为在示威 而不是在增强 那么第三个就是Desantis Desantis可以说是昨天晚上 就是可以说是正式的崛起了 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他正式崛起了 他正式的崛起 使得川普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而且一直说他 很多开始说他坏话了 这就说明 共和党的分裂之势 早就酝酿了 大家忘记了 继续用他那一套语言进行调动 就像刚才我讲的 他调动不出来新人了 而民主党现在关注 去挖住新的选民 这个是他非常重要成功的一个战略 而民主党也非常的准确的把握了 就是说共和党里边的分裂之势 以及一般来讲选民 对于川普符号的人的这种反感 所以他在出选中 有意地去支持了这些人 所以这些策略都说明 大家忽略了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可能正在开始 而且会对未来的美国的政治生态 产生很大的影响